记者邱俊福台北报道,北市消防局为期十周的救助队29期训练,今日上午赴花莲秀孤联西办理跨信市支援救助结训成果验收,以省所救援及急流救生为主题,结合花莲县消防局人员共同演练省所制空下降,急流游泳等等时向你真情静,以提升自救与救人的能力。 消防局表示,此次共有32位学员参训,韩女性同人2名,其中服务年资超过5年巨石物就在经验的消防通人共10位,比例高达三分之一,另更有两位基层干部,包括一名副中队长,一名分队长,自愿参加训练,不为课程艰难及体力负荷,只为了学习更专业的救援技巧及安全观念。 今日的演练配合场地规划,项目分别为绳索至空下降,急流游泳,潜滩渡河,水上操舟,抛绳带救援,人耳救援,紧绷鞋脚架设及运用,2点、4点控传技巧,水域梯形系统,倾斜高空横渡系统伤患后送技术及挂接救援技术等,考验学员的体力、毅力及技术嫌熟度。